创作残女陈启珍今天宣布年底要再次创进台北小巨蛋 陈启珍的演唱会总是能够瞬间秒杀 这次票价更是创下有史以来的新低 其实是陈启珍心疼歌迷 可以要将票价拉低 让她可以共享盛举 因为前几个月就有一个小小的故事 对 就是有一个歌迷朋友 她的朋友告诉我说 她一直以来的心愿 因为她在高中生 一直以来的心愿就是可以看一场我的演出 但是因为家里的经济还没有这么好 所以她也一直没有机会 但是她却因为意外而过世了 所以我自己觉得听了很遗憾 那我当然希望说不管年纪或是经济能力 都能够让他们有机会 有机会可以得到这样的一个 就是能够跟我的音乐真的有发生一点关系 陈启珍十分重视每一次的演出 出席记者会 视野男的小露香坚持度大开 也让人更加好奇之后 在演唱会上服装方面会不会有惊喜出现 呃 演出 今天打扮这样也是我自己的意思啦 就是希望 因为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然后演唱会也是很慎重的事情 所以其实是要表达我的重视 那演唱会上的服装 其实现在还没有很确定 对 因为就是要看歌曲的安排 但是一直以来我就是 大概就是这样子 对 但是我相信 许许多多细节的不同的组合 我还蛮有把握 会让大家就是会有一些惊喜 对 陈启珍男的展现性感 看得出来有点小紧张 而他除了宣布演唱会的消息之外 也下定决心要在今年内推出全新专辑 同时间宣布两个好消息 送给所有歌迷 在我视频有乐台北报道